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茄汁意粉 我今次用電飯煲來做的 現在大家的程序當然是煮了意粉 先把水放進去 放意粉很簡單 顏色的當然不用看 慢慢的 線型 一條條都不會黏住 這樣煮 把意粉都鬆開 煮多久呢 煮2-3分鐘 沸了水後 現在大火 沸了水後 煮回火 現在還未層 先稍微煮 待會會軟 就變回小火 我告訴大家的火 現在大火 沸了水後 將它煮回 這個火就可以了 這個情況 五分鐘就可以了 待會五分鐘後 告訴大家 現在大約煮了 四分鐘 五分鐘左右 拿些意粉出來 摸下去的質感是硬的 這樣就可以了 已經要關火 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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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水放進去 先把水放進去 不要水 很簡單 把水放進碟煲 第二個步驟 就是放些牛油 放多少 多一點 都不怕 一匙匙 看到嗎 放些牛油 先攪拌 讓它融化 因為現在的意粉是熱的 你把牛油放進去 它就會融化 多一點也不怕 這裡是一包意粉 400克 有些500克 視乎多少人吃 攪拌之後 牛油 經過熱的意粉 就放茄汁 這個要放多一點 因為很好吃 放多少 一瓶 還差一點 放進去之後 又是這樣拌 拌 拌到全部有色 因為一會兒煮出來的 就是乾身的 最後就是要放糖 放四殼 四殼是多少 喝湯的羹 兩大羹 兩大羹 又是拌 拌到周圍也有 看到意粉 其實現在的意粉是硬的 所以 你現在就放這麼多東西 如果沒有水分 因為碟飯煮會抽乾水分 就會很乾身 現在過來這裡 正常這樣 煮 完成 煮好就可以了 煮到中間的時候 其實有可能是黏少少底 你中間打開蓋 好了 意粉在電飯煲中 大約15分鐘 你便打開電飯煲 你看到意粉 它已經漿漿了 可能看清楚一點 但還不可以 那為什麼呢 要扭一下底 要扭一下底 因為底 有可能 是會焦的 它還未收到 還未收到 水是黏在意粉裡 不要緊 要扭一下 把底 扭一下 扭一下 然後再烤 直至煮好為止 好了 意粉 電飯煲 煮好了 好像煮飯一樣 煮好了 現在打開 拿出來了 很簡單 讓大家看看 這些意粉很乾 你看看 好像有些茄汁黏著 有些濕粒的 不同的 意粉拿出來了 大家看清楚 這些意粉是很乾 一條條都是分隔開的 就不會黏著的 好 希望 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茄汁意粉 很簡單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這個就是我們的晚餐 今天我們的晚餐 茄汁骨 茄汁意粉 茄汁骨 茄汁意粉 茄汁一字牌 我早前有放過上網 你們大家拿回來看 很容易做 很好吃 這些骨是很美的 是一字牌來的